长期水访中 膜玻璃节节没有变化 通常意味着该节节是良性的 或者恶性程度较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可以完全排除恶性病变的可能性 因为有些恶性节节的生长速度 可能非常缓慢 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明显变化 对于是否需要手术干预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如果膜玻璃节节的大小 形态 密度等特征 在长时间内没有明显变化 且患者没有相关症状 可以考虑继续水访观察 但是如果膜玻璃节节的大小 形态 密度等特征发生了变化 或者患者出现了相关症状 如咳嗽 胸痛等 则需要及时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评估 以确定是否需要手术干预 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 膜玻璃节节的良恶性判断 并不是绝对的 需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 进行综合判断 因此 建议患者在水访过程中 保持与医生的沟通 及时反映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变化 以便医生能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议患者在做法尾 并没有人会平台的导致 室外 议患者在